房东故意将蚊香放入春药中泡18小时 紧接着耐心等待其力干 做完这一切 他又神不知鬼不觉把蚊香放到租客房间里 果然不出他所料 租客受到春药的影响 居然对身旁的女儿蠢蠢欲动 目睹这一幕的房东瞬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却不只是因为变态 故事要从几天前说起 一个叫张家俊的男人来到警局自首 说自己涉及杀害了多名租客 并表示不请律师不申辩 只希望能被判死刑 剥离后的警察好奇他的身份 当即让人把张家俊的信息 和信息库进行对比 审讯室里的张家俊一脸淡定 还说要给警察讲一个离奇 却又不可思议的故事 不久前张家俊的远房叔叔病危 为了争夺遗产 儿女们在病床前吵得不可开交 可谁也没有想到 最后继承遗产的 会是多年不来往的张家俊 遗产是一栋三层的公寓 将钥匙递给张家俊后 叔叔楼出诡异的微笑 当天晚上就离世了 几天之后 张家俊来到公寓 却发现里面破败不堪 一看就是荒废了多年 刚开始张家俊打算 把房子改造成鬼屋 可等他来到天台后发现 这里多了一间违常修建的小屋 张家俊打开电闸开关 突然身后发出光亮 原来这里竟然是一个监控室 数十个监控棉 覆盖了小楼的每个房间 看到这个情景 张家俊突然明白叔叔 那么诡异微笑的意思 原来他早已看透 张家俊和自己一样 都是偷窥别人隐私的变态狂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张家俊当即就这首装修公寓 几个月后 整个公寓焕然一新 张家俊也从无业有名 摇身仪变成了房东 他当即张贴出租广告 因为房租便宜 很快几个房间就住满了 虽然大家的生活轨迹不同 但心里都有难以言说的欲望 第一位搬进来的 是一位单身父亲老王和女儿王小妹 老王刚离婚没多久 嘴上说着要照顾女儿 可在他看向女儿的眼神中 父亲不该有的欲望 第二壶入住的是一对情侣 他们都是男性 对外宣传是师生 两人分别叫过立和灵狐 有着十分严重的洁癖 牙刷必须朝一个方向 马桶必须干净如刑 第三壶搬进来的是 一名宅男大学生结载 除了打游戏 他还会抽空研究瞬移 希望有一天能练成潮能力 第四个入住的是 年轻性感的陈小姐 他每天都会带不同的男人 然后在房间里交流工作 证明什么叫工作能力不够 身材优势来凑 他刚上班几个月 就拿下了多笔订单 一跃成为公司宵馆 第五位入住的客人 住在陈小姐的楼上 老张是一名离婚的体育老师 因为和张家俊一个性 两人有些相似的爱好 老张每天夜晚都会坐在地板上 然后一边举着哑铃 一边用听诊器 聆听陈小姐和男客户 讨论工作的声音 除了这五个奇葩的租户 张家俊最好奇的是 入住的第六位租户引入 因为他经常行踪闺蜜 在他房里还摆放着各种红色的行李箱 从入住那天开始 行李箱只多不少 刚开始张家俊以为 女孩子衣服多一点也能理解 不过后来他突然发现 映如从来没有从行李箱里 拿出过一件衣服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大家都过着自己的生活 该上班的上班 该打游戏的打游戏 过着重复而又单调的日子 张家俊每天像看连续剧一样 偷窥着每个人的生活 唯独映如让张家俊愈发好奇 为了弄清楚映如的身份 一击行李箱的秘密 张家俊决定一探究竟 这天晚上看到映如不在家 张家俊偷偷溜进了对方房间 就在他准备打开行李箱时 突然听到了叫不声 现在逃已经来不及了 张家俊慌忙跺进床底 看到映如带了男人回来 两人还去了渔室 张家俊以为映如和陈小姐是一类人 就在他等着看好戏时 突然渔室里传来了有人摔倒的声音 接着迎走出渔室 弯腰捡起地上的衣服 他明明看到了床底的张家俊 却装作没看见走了出去 直到脚步声渐渐走远 张家俊才敢爬出来 他来到浴室打算查看情况 却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和映如一起回来的男人 此刻已经倒在浴缸里不幸人世 联想到房里红色的行李箱 张家俊突然意识到 诡异少女映如有可能是个连环杀人凶手 张家俊赶紧回到监控室 拿起电话就要报警 然而电话接通后 他又后悔了 因为警察来了 他偷窥的事情就会暴露 而且刺客他的心里 有些期待映如接下来会做什么 果然很快映如就回了房间 手里还提着一袋东西 他在熟睡的男人嘴上涂满502胶水 紧接着又将混合着过气牛奶的不明液体 细数扎进男人的身体里 下一秒男人就开始痛苦不堪地挣扎 见此轻心映如非但没有收手 反而又拿出一根针 将男人的嘴巴缝在了一起 监控式的偷窥狂房东看到这一幕 觉得头皮发麻 可突然他发现监控里 映如居然来到了自己门口 随着敲门声响起 张家俊有些害怕 但平复好心情后 他还是打开了门 可翻遍了房间 张家俊只找到一盒火柴 映如倒歇后离开 张家俊又回到监控前 想看他要做什么 没想到接下来映如的操作 彻底让张家俊站不住脚 映如回到于世后 用火柴点燃蜡烛 随后将蜡油滴在了男人身上 之后映如换上透明浴衣 将男人手臂上的肉鱼翩翩割了下来 监控后的张家俊看到这影 被吓得止不住颤抖 第二天张家俊来到阳台 主动和映如搭起了话 但对方喝着咖啡看夕阳 丝毫没有杀人后的恐惧 接着映如问张家俊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人生已经到了尽头 可张家俊却摇了摇头 说自己并不想那么快死 映如却告诉他 所谓的走到尽头并不是死亡 而是日复一日重复生活 每天公司家庭两点一线 张家俊还是摇摇头 映如告诉张家俊 自己要打破这个镜头 让人生与众不同 听了这番话 张家俊的心底有了想法 晚上映如请大家吃饭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只有张家俊吃白米饭 因为他知道桌上的肉 是用什么做的 饭桌上过瓶和灵狐血恩爱 老张对着陈小姐大献殷勤 老王因陈小姐给女儿不客 也对陈小姐各种夸赞 大学生皆在只顾着吃肉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看着这群人唯唯诺诺 不敢表达最真实的感受 张家俊决定帮帮他们 他先是配了一把万能钥匙 然后又去要地买安眠药 还有母猪专用的唇药 接着张家俊就开始了计划 他先是把蚊香浸泡在 母猪用的唇药里 悄悄放到了老王的房间 然后将安眠药 放进了劫宰的可乐里 等他喝了可乐熟睡的时候 张家俊偷偷溜进来 将他从床上搬到了洗手间 伪装出瞬移的假象 与此同时 老王屋里的蚊香开始发挥作用 由于伎俩很大 莫过一会儿 老王就觉得身体燥热不安 他望着身边的女儿 一股冲动即将压制不住 第二天张家俊在楼道里张贴告示 说自己多了一把万能钥匙 希望捡到的人归换 老张看到了告示 还碰巧在家门口捡到了万能钥匙 他没有怀疑也不打算归换 见四周无人 将钥匙揣进了口袋里 这正是张家俊计划的一步 另一边的街仔发现 自己每天在床上睡觉 但睡醒后却出现在别的地方 他没有怀疑自己梦游 而是坚信自己练成了顺衣 这边捡到钥匙后的老张 第一件事想干的事 就是溜进陈小姐的房间 他已有未尽地 舔了舔女神用过的马桶盖 紧接着又狠狠袖袖 对方十年没洗得高跟鞋 可他却仍旧不满 最后静钻镜被子满床 可此刻的他并不知道 房东张家俊正偷窥着这一切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 他把持了安眠药的街 在拖到更远的地方 让其坚信自己神功一成 而为了让房客 郭丽和灵狐加入游戏 张家俊把接在的毛发 放到了两人的床上 随即又把他们的牙刷放在一起 果然当天晚上 灵狐在洗漱时 发现了乱放的牙刷 郭丽则在床上 发现了不属于两人的毛发 因为一个爱吃醋 一个有强迫症 导致两人的关系 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这天晚上 消停了一段时间的映如 拖着行李箱回了房间 这次里面是一个女人 映如依然将人放进浴缸里 然后拿起劫策铃 灌进了女人嘴里 接下来就是熟悉的屠杀环节 第二天老张又溜进房间 这次她更过分 居然看中了陈小姐的内衣 就在她试穿享受的时候 陈小姐突然回来了 还带回了一名男人 老张来不及跑 快速地躲进了衣柜里 然后看着两人翻云覆雨 等到男人离开后 老张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她憧憬于是和陈小姐发生了关系 看到老张的欲望彻底被释放 监控后的张家军 忍不住为她鼓起了掌 为了加快计划的进展 当天晚上 张家军把杰仔脱光后 拖到了郭丽和灵狐的床上 等灵狐回到家 看到郭丽在抽烟 而杰仔光溜溜地躺在床上 杰仔说自己是顺移过来的 但这样的话 灵狐根本不会相信 他认为是郭丽背叛了自己 极度让他的爱开始偏执 拿起匕首就要和郭丽同归欲进 刻在拉扯过程中 匕首却捅进了灵狐的胸膛 郭丽被吓坏了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 张家军问他们是不是吵架了 郭丽却撒谎 两人已经和好 听到他撒谎 张家军知道郭丽回不了头了 为了偷偷法律的制裁 郭丽决定杀人买尸 谁知当他把坑娃好后 却发现灵狐的尸体不见了 原来尸体正是被张家军偷走了 与此同时 映如绑架了老王的女儿王小美 并打算请他吃老鼠盛宴 王小美被吓得摇头求饶 看到这一幕 张家军开始了下一步计划 踏成郭丽不在 把灵狐的尸体拖到劫宰的房间 紧接着葬在床底下 又将吃了安眠药的劫宰 藏到了陈小姐的床下 监控器里看到影如离开后 张家军带走了王小美 将她葬进了老张的衣柜 一切准备就绪后 张家军回到房间听起了音乐 静静等待着好戏开场 果然没过多久 陈小姐就带着领导回了家 两人正在房间运动的时候 安眠药的药效正好过了 截在从陈小姐的床下爬了出来 这刻把领导气得够强 认为陈小姐背着她乱搞 于是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打 听到参叫声 老张冲进了房间 将领导给赶走 但她的好心换来的 却是陈小姐的不满 在陈小姐看来 老胡张把人赶走了 也把自己生之家 新的机会赶走了 老张借机表明爱意 陈小姐却嫌弃她是个穷贵 而是她的小兄弟 也不满足陈小姐的要求 听到有人侮辱自己的小兄弟 老张当场就不乐意了 她学着领导的做法 将陈小姐又抱大一顿 与此同时 接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意外发现地上的匕首 以及床底下灵狐的尸体 这下接载彻底被吓杀了 她以为是自己的超能力 在顺移的时候 不小心失手杀了灵狐 就在这时 下班回家的老王 也发现女儿王小妹不见了 她以为女儿在陈小姐那 陈小姐说自己没有见到 不过她怀疑和老张有关 因为对方捡到了万能钥匙 有可能绑架了王小妹 这边的老张被侮辱后 正坐在床上生闷气 突然她听到衣柜里有动机 等她打开一看 却发现是王小妹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老王就敲响了她的房门 老张脑海里飞速晕着 虽然自己没有绑架王小妹 但如果被老王发现 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王小妹突然开始挣扎 情急之下 老张捂住了她的口鼻 却不想王小妹突然没有了呼吸 老王的敲门声越来越急 老张无奈只能开门 她说自己没有什么万能钥匙 更没有见过王小妹 但她支支吾吾的样子 还是被老王察觉出了不对劲 她从房间四处查看 在衣柜里发现没了呼吸的女儿 于是她宠向老张 两人随后扭打在一起 老张是个体育老师 因为经常撸铁 所以力大无穷 几个回合后 她用棒球棍把老王送上了洗天 另一边锅里找到接载 两人在谈话的时候 张家俊突然悄悄出现 然后背着床底大喊一声 这下接载和郭丽蒙了 正打算解释的时候 张家俊突然跪在两人面前 求他们不要把事情说出去 因为那样他的房子就租不出去了 他的做法正和郭丽和接载的意 于是三人达成一致 在张家俊的安排下 他们直解了灵活的尸体 就在他们打算抛尸的时候 却在楼口遇到了老张 巧得是几人手里 都有一个黑色的垃圾袋 大家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都没有说话 谁知走到楼下时 老张却突然发飙 他质问三人是谁 把王小妹藏到了自己柜子里 见他们谁都不承认 老张把火撒到了杰在身上 因为杰在说过自己会顺移 杰在说自己没做过 然后双牛打在了一起 之后老张不小心踢到袋子 然后一颗人头滚了出来 正好停在杰在的面前 这是映如缓缓地走下楼梯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警察也通过信息库对比 查清了张家俊的身份 原来他曾经是一名警察 还是主公犯罪心理学的专家 2004年的时候 他参加了一起变态杀人案 犯罪嫌疑人黄四郎 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了 七名女高众生 每个受害者的五官 都被针线封住 可就是这样一个变态杀人魔 最后却被判定有精神病 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 只是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负责调查的警察 都坚信黄四郎是装的 是想以此来逃避法律责任 为了证明这个猜想 张家俊主动提出 要去精神病院做卧底 收集黄四郎装病的证据 但张家俊刚进去不久 能证明他身份的上司 却在一场车祸中成了植物人 没有了证明 谁都不相信张家俊的话 反而认为他是真的精神病 只要他说一次 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 都会对他进行一次治疗 从那天以后 张家俊就成了护工的玩物 不仅把他当狗一样 还给他灌入各种液体 为他吃死老鼠等等 虽然是警队的精英 可在这样非人的折磨下 张家俊从一个正常人 变成了一个真的精神病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从他进来那天开始 黄四郎就知道他是警察的卧底 看到张家俊遭受的折磨后 黄四郎知道他的心理 已经注了一个折磨 为了让张家俊成为下一个自己 黄四郎在临死的时候 给了张家俊一把公寓的钥匙 并告诉他只要去了公寓 就能找到女儿 之后黄四郎上吊自杀 直到八年后 上司的妻子在整理一屋的时候 发现了张家俊卧底的资料 警方这才将他解救出来 可之后的张家俊没有回归警局 而是突然人间蒸发了 原来离开精神病院后 张家俊拿着钥匙 找到了黄四郎留下的公寓 装修一番后开始了房屋出租 和他故事的一样 一共有六户租客 但他们不像故事里说的那样 有变态的时候和感情纠葛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其实都是张家俊做的 他杀了那些欺负过他的护工 用他们的肉炒成菜招待租客 而那个神秘的女子映入 其实根本不存在 他是张家俊幻想出来的 他将自己做的事放到了影儒的身上 却把影儒的样子描绘成了 自己女儿的模样 而张家俊的女儿 正是被黄四郎杀害的 因为张家俊不承认女儿死了 把她安排到自己的故事里 也许这样 女儿就能永远活在张家俊的心里